各位阳光老人,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陈,欢迎大家来到阳光网络直播课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阳光公民课的学习 那这节课呢,我们会先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然后再继续讲我们的一百题和需要记忆的一些读写的单词 那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过的一些题 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且听一下 再听一次 答案呢,应该是 看一下这里 听一下 这个呢,它就是列举了 列举了就是所有的答案了 就是除了Congress by President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我们因为上节课都讲过了 我们只是就是一起来就是复习一下这个答案 具体的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回听的话 可以到第二节课听 大家看一下这一题 有印象吗 就是说防止一个政府分支变得过于强大 什么是可以防止 因为政府的分支变得过于强大 答案是 就是监督和制衡 就是监督和制衡 再听一下下一题哈 谁负负责 看一下这几个答案 哪一个比较熟悉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答案是 the president 总统 再看一下下一题 who makes federal laws 这一题 这一题都是 再听一次 who makes federal laws 看一下这个答案 谁制定联邦法律呢 答案是 the congress 国会 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题 what are the two parts of the us congress 这听一次 what are the 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 由哪两个部分组成呢 大家还看一下 答案还记得吗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nts 答案是 what are the two parts of theus congress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nts 参议院和众议院 选这个 senator是 参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nts 是众议院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题 how many us senators are there 听词哦 how many us senators are there 美国的 参议员 有几位 大家有印象吗 one hundred one hundred 答案是 一百位 参议员 senator 就是 参议员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 复习复习哈 这一题 we elect a us senator for how many years 这一题 还有印象吗 how many us senators are there we elect a us senator for how many years 答案是 six years 六年哈 选出美国 参议院 任职 多少年呢 六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题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how many voting members 我把它调大声 已经是最大声了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how many voting members who is one of your state us 这一题 有印象吗 呃 这一题呢 就是说 众议院有 投票权的众议员 有几位 大家看一下 答案是 435位 forhundred thirty five 好 我们接着看 下一题 we elect a us representative for how many years 再听一次哈 we elect a us representative for how many years 答案是 大家看 两年 美国众议员 众议员 任职是两年 再看一下 这一题 who does the us senator represent who does the us senator represent 看一下 这个答案 all people of the state 答案是 all people of the state 所在 州的 所有人民 参议员 代表的是 什么人呢 在听次 who does the us senator represent 答案是 all the people all people of the state all people of the state 好 再看一下 这一题 why do some states have more representatives than other states 看一下这个 题的 什么意思哈 为什么有些 州的 众议员 人数 比其他州 多 why do some states have more representatives than other states 答案是 什么呢 because of the state because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因为 所在 州的人口 更多 该州的人口 更多 because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population 是人口的意思哈 再来看一下 这一题 we elect a president for how many years 这题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选出的总统 任职多少年呢 再加一 4 答案是 4年哈 4 years 再看一下 下一题 in what month do we vote for president 这题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几月份 选举总统呢 in what month do we vote for president 答案是 novovember 这个 novovember 大家记得吗 这是也需要 会写的词 十一月份 novovember in what month do we vote for president novovember 十一月哈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这一题的 意思就是说 现任美国 总统的名字 是什么 大家来听一下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这一题有印象吗 donald john trum donald john trum 就是 特那个 trump 哈 好 那 我接着来讲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因为就是 就是有老人 就是希望我们 就是 可以讲慢一点 可以多听几遍 题目这样子可能会记得更清楚 所以之后我上课的时候呢 我每一遍题目可能会重复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 好 我尽量也讲大声一点 再如果有其他的建议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群里跟我说 那我们现在来接着看题目了哈 首先我们继续来学习 我们需要会写的单词 就是writing vocabulary 那我们上节课呢 是讲了月份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回去就是复习一下 就是讲了february 二月吧 看一下这里 我可以给大家再 看看哈 这个地方 大家有印象吗 这个月份 february 二月 may 五月 june 六月 july july 七月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 还有october october 十月 november november 十一月哈 我们这几个月份呢 是需要大家会写的 大家平时可以练习一下 那我们这些课新讲的单词呢 是跟节日有关的 holiday哈 那我们会简单的一起介绍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需要记忆的节日呢 一共有列的这几个 七个节日 那第一个节日呢 是 president days 总统日 president这个词也是需要会记的哈 president 它会有 好多问题都是 一百题问题里边都有出现这个 president的 或者是答案有这个 好 我们之后会讲 第二个呢 是 memorial day 就是 memorial day 是中文翻译成 阵亡战事纪念日哈 memorial day 然后第三个呢 叫做 flat day flat day 美国国旗纪念日 这个我先念一遍 我们待会再一个一个详细的说哈 你们如果需要计划可以待会再记没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 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 美国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然后 labor day 劳动节 劳动节 labor day 劳动节 好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感恩节 那我们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了哈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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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precident day 总统日 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让大家可能更深刻的记忆一下哈 εν is 就是每年的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总统日 President Day 那他跟阵亡将士纪念日 就是Memorial Day和感恩节 就是Thanksgiving有同等的地位 就在美国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节日 这三个 那每年的这一天呢 就是大家会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来重温历史呀 缅滑一下就是人民心中备受尊敬的伟大的总统 学校和家长一般也会就是在这一天 对孩子就会进行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啊 就是让他们了解美国的历史 那这一天 大部分的美国的公司呢 都会就是放假 那这个President Day 总统日 那Memorial Day呢 就是战事阵亡纪念日 它是美国联邦的法定节日 那它的时间呢 就是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也就是每年五月的第四个星期一 就美国的很多节日 它都不是固定的哪一天 都是说固定是在哪个星期的星期几 很多节日是这样的 像这个Memorial Day 就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就是五月的第四个星期一 是Memorial Day 那它就是在 就是悼念在各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官兵 那它就是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士兵的墓碑前面放上花圈或者旗帜呀 政府部门就会下半旗 那一些小镇呢 像DC 他们也不一定是小镇 很多城市吧 就会组织一些游行队伍 那可能就会穿上一些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人服装呀 然后还有它这里也说 美国的总统或者副总统会在Arlington国家公墓主持纪念活动 并发表演说Memorial Day 就是战事阵亡纪念日 这个也是放假一天在美国 大家很多人会选择去看游行的这一天 或者是出去旅游的也很多 这个呢 Flight Day就是美国国旗纪念日 这个节日是每一年的6月14日 它不是一个官方的联邦节日 就是它很多地方这一天是不放假的 它但是有一个州 就是说唯一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州吧 就是说把这个国旗纪念日 作为该州的节日的州 就是那天会放假的州 就是Pansyvania 宾夕法尼亚 那所以这个州可能大家都不会 这个节日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 因为基本上这个这一天我们都不放假的 Flight Day 美国国旗纪念日 Flight Day Flight就是国旗的意思 都是什么什么day 你看一下 day就是天 那一天吧 日子 那我们就学了 President Day Memorial Day Memorial是纪念的意思 Flight Day 接着看 这个 Independence Day Independence是独立的意思 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 它这个节日是每一年的7月4日 那这个节日就是会举办 美国会举办很多活动 那比如说那个费城就会敲响 自由钟 在各地都会举行很多庆祝活动 比如说放烟火呀 画车游行呀 烧烤啊 野餐音乐会 棒球节 家庭聚会的 那像我们DC 黄庄顿DC 每一年的7月4号呢 就是都会有游行和放烟花 如果说那个天气好不下雨的话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天 去DC看过 烟火哈 看过游行 还蛮热闹的 这个节日是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 大家记一下 这几个节日都是需要会写的哈 Independence Day 美国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好 我们接着看 下一个节日 需要会 需要记忆的是 Labor Day Labor Day 就是劳动节的意思 大家可以 如果需要记 记笔记的话 可以 我讲慢一点哈 给大家有一点时间记 好 Labor Day 那美国的劳动节呢 是规定在 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大家发现 有很多节日都是在星期一的 第一个星期一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它也是一个联邦的法定节 假日 就是庆祝工人对经济社会的贡献 那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呢 劳动节的到来就意味着夏季夏天结束了 然后呢很多人就会举办 派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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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啊 或者 那些那种体育的 一些 盛世 一些体育的一些 比赛之类的哈 Labor Day 劳动节 Labor Day 这一天也是 很多公司会放假的一个节日 Labor Day 劳动节 Colombia Day 这个呢 中文叫做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 那它这个的历史就是1492年的10月12日 就意大利人哥伦布就率领西班牙船队来到了新大陆 就是翻300年以后呢 就民间就开始纪念哥伦布的这个壮举吧 就是很后来的一些州就将这一天立为法定节假日 那1971年呢 那联邦政府就通过法律将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宣布为克伦比亚纪念日 全国放假一天 Colombia Days 克伦比亚纪念日 这个呢 虽然说它是法定纪念日吧 但是也是 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公司会放假 有一些不会放假哈 就是depend 这个节日 就是大家可能庆祝就是的 不会像那个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啊 那么没有得庆祝这么多 大部分就是可能会 就是喜欢出去 带家庭出去玩一下呀 旅游的可能会比较多 就是美国的很多节假日 大家可以发现没有 都是周一 星期一 然后呢 很多美国人会选择就是 这个 就多请一两天假 比如说多请一个周 上周五或者周二的假 就连着周末放假好几天 就真的 就年假就可以出去玩了 所以好多节日 大家发现 都是星期一的哈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百题了哈 我们现在开始讲一百题了 那这一题呢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题是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就是 现任美国副总统的名字是什么 大家听一下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再听一遍哈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这个 Vice president 就是副总统的意思 President 记得吧 President这个词 是总统的意思 United States 美国 现任美国的副总统 叫什么名字 名字是什么 那What就是什么 this 这个词也是要会记得 那答案呢 是这个 Mike Pence 麦克彭斯 Mike Pence 大家再听一次哦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What is the name What is the name 大家听听关键词 What Vice President United States 听下 What is the name 答案就是 Mike 彭斯 Mike Pence Mike Pence 一起看一下 下一题 哦 这个 我刚刚漏讲了一个感恩节 是吧 不好意思 我补讲一下哈 这个节日里边 还有一个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这个节日是美国一个 很重大的节日 就是感恩节 那感恩节呢 它是位于北美和加拿大的全国节日 目的呢 就是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赠与丰收 那感恩节呢 嗯 是就是圣诞节以外 就是美国一个很家庭聚会的节日哈 大家都很比较重视的一个节日 就跟我们的中秋节 就是有点像哈 都是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吃火鸡哈 那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加拿大的感恩节呢 是定于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美国呢 是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哈 那感恩节很有名的一个就是Thanksgiving嘛 它很有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Black Friday 就是黑色星期五 因为它都是星期四放假 星期五呢 那天也会放假 那星期五那天 很多很多人就出去购物 因为在那天就是折扣非常的好哈 就叫做Black Friday 有很多折扣 大家都喜欢出去购物的 Thanksgiving感恩节 我们接着讲题哈 这个刚刚没讲 这个Thanksgiving 这个也是需要记的 需要会写的一个节日 Thanksgiving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十题 这题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总统不能就是在 事事就不能再服务了 那将会由谁成为总统呢 答案就是副总统 The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 听一下题目一起听一下 再听一次哈 如果总统不能事事则有谁成为总统 答案是 答案是 The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就是副 副总统哈 看一下下一题 这一题呢 呃 是说如果总统跟副总统都不能 事事就不都 都不 都不 不能服务了 那则有谁成为那个总统呢 那答案呢 那答案呢 众议院 众议院 议长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答案就是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众议院 众议院 议长 来听一下 他听一次哈 他听一次哈 I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I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看看这一题 I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这一题大家有点长哈 那大家就可以听到这个president 总统这个词和vice president 然后who become president 都是有三个 这个词里边有 这个问题里边出现了三次总统这个词 大家可以听一下 答案是 众议院 院长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再听一次 让大家多听几遍 I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Speaker of the House 众议院 众议院议长哈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好 这三题呢 我把它放在了一起 因为它的答案都是总统 The President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第三十二题是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 听下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military 三军的统帅是谁 答案是 The President Military是军队哈 这个词 你听到这个词 大家就问他 大家问到的就是 三军统帅了哈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military 答案是 President 那第三十三题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是 谁签署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呢 Who signs bills become laws 是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再听一次 Who signs bills become laws Signs bills 就是签署的意思哈 谁签署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再听一次 Who signs bills become laws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Who signs bills become laws 答案也是 The President 然后再听一下下一题哈 Who signs bills Who signs bills Who signs bills 是谁否决法案呢 听一下 Who signs bills 答案是 The President 大家看一下 Signs bills 签署法案 和Veto bills 否决法案 都是总统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 我们再听一次 这三题哈 Who signs bill 好 这三题的答案 都是The President 这题 大家记一下这个词哈 我们拼写一下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Who signs bills Who signs bills Who signs bills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self of the military 谁是三军统帅 总统 The President 谁签署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呢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The President Who signs bills 谁否决法案呢 The President 大家记一下 这个三个题的答案 都是总统哈 接着来 第三十五题 What does the President Cabinet do 这里又出现了 P-R-E-S-I-D-E-N-T 总统的 Cabinet 再读一下 这个词呢 它有橱柜的意思 它有内阁的意思 那题目的意思就是 向谁 就是总统的内阁 是做什么事的呢 那答案就是 Otherwise the President 向总统提出建议的 Advises the President 看又出现了 总统 Advise 就是建议的意思 大家听一下这题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好 Advise the President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Advises the President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答案是 Otherwise the President 大家看一下 Otherwise the President 看一下这题哈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答案是 这个 Otherwise the President Advise the President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哈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Advise the President 好 我们看一下 三十六题哈 三十六题呢 就是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听一下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大家看到这个哈 有点密密麻麻的 有点多哈 那它这个呢 列举了它内阁的 所有的植物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呢 我就用 因为有点多 我就用红笔 就是highlight了三个 两三个 这个我觉得 比较好记的吧 第一个就是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Vice President 因为这个词 是我们必须会写的嘛 所以它这里有说了 副总统 Vice President 就是内阁的职位 包括了什么 还有就是 看一下 大家听清楚这个吗 它这个是 Security of State Security of Labor 因为这个 这个劳工部 其实大家 应该也好记 因为Labor Day嘛 Labor也是我们 需要会 要写的 那Security Security of Labor 这个 Security of Labor 劳工部长 那Security of Education 这个 教育部长 Security of Energy 能源部长 它前面 Security 就是部长的意思 它所有的是 Security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部长 Commerce 商务部长 Defense 国防部长 那我们就 过一遍吧 Health and Human 就是健康 以人类服务部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部 Housing and Urban 就是住宅 都市发展部 那 还有一个 Interial 就是内政部 State 就是国务卿了 Securities 这个是 这个也是 Security of State Security of State 国务卿 Security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部长 Security of Charter 财务部长 Security of 这个是 Wentering Affair 就是退伍军人 事务部 Attorney General 是司法部长 那 你看大家 看一看 这里 好多 你不需要 都记着 就记两个 你觉得 比较容易 记着就可以了 他问你了 他问题 你看这个 是 Two嘛 就是 只需要 知道两个 就可以了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好 我们看一下 下一题 大家都可以 可以 课后看一下 你 你觉得哪一个 好记得 记着就行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 我这里 他这个 OK 下一题 司法部门 是做什么的 听一下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司法 部门 做什么的 呢 What does All of these answers 那他这个 列了三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Reviews Law 和 Explain Law 这个 Laws 就是 法律的意思 Review 就是 审查 检查 的意思 Review Laws 就是 审查 法律 Explains Law Explain 就是 解释的意思 Explains Laws 解释 法律 还有一个是 Resource Dispute Disagreement 就是 解决 争论 就是 意见 不一致 的时候 他就会来 解决 争论 Resource Dispute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Desize If a law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就是 决定某一 法律 是否 抵触 宪法 就是跟 宪法 就是 相抵触的 Design If a law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再看一下 这题的答案 就是你要记得答案 有一点点多 那就是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应该是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司法部门是做什么的? Reviews laws Explain scores Reserve Dispute Disagreement 解决争论 一见不一致的争论 Decise if a law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决定 这个 法律 是否 跟 宪法 相抵触 Wh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题 What is the highest Who is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这题哈 美国的首席大法官是谁? Who is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John G. Roberts Jr. 答案是 John G. Roberts Jr. 小约翰 羅伯茨 John G. Roberts 就是 美国首席大法官是谁? 美国的首席大法官是谁? 这题我们再讲一下最后一题 我们这边 又讲了三题 美国下节课我们讲了这个 那这个41题呢 就是说 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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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它有点长 前面一句话 是诊数句 后面才是问题哈 前面就是说 Under the constitution 根据我国的宪法 有一些权力属于联邦政府的 Some powers belo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government就是联邦政府的意思哈 然后他就问你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 联邦政府的一项权力是什么呢? 他这里列举了 就是所有的了哈 这个列举了这个 Print money 印制钞票 然后呢 Declare war 旋战 Create an army 创立军队 Create an army May Chartes 签订 小约 那 大家再听一次哈 有点慢 那他这个再听一次哈 The constitution One power belong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好 这个 Under our 你就记住后 Treaties Treaties 就是小约哈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int money Declare war Create an army And to make a treaty The clear war The clear war 就是宣战的意思哈 好 那我们这节课的一百题呢 我们就先讲这几题 嗯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哈 那我就 只是跟大家过一两题吧 我们下节课开始的时候呢 会先跟大家 就是复习 做题 所以大家课后呢 也可以多多练习一下哈 那 我们先做一下这个 复习一下哈 趁着我们还有记忆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美国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呢? Mike Pence 好 呃 我可以等一下 让大家也一起再听一下 What is 好 等一下 稍稍稍稍 What is the rule of law? 这个 稍等一下 我把它 那个让大家可以听 听它的那个 比较标准的发音哈 听一下 If th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这题就是说 如果总统不能就是 服了 那谁是会变成总统呢? 答案是 副总统 The vice president 好 看一下 下一题哈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military? 这一题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military? 他这个有点慢哈 Who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military? 这个答案是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他三军的统帅是谁? 这题是 谁是签署这个法律的呢? 答案是 The president 这三题答案都一样的 还有影响吗? The president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好 下一题 谁否决法案? Who vetoes bills? Who vetoes bills? 答案是 The president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再听一次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Advise the president 总统内阁是做什么的? 就是给政府提意见的哈 What are the two captain level positions? 听一下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ecretary of Commerce Secretary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Education Secretary of Energy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Secretary of Labor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ecretary of Veterans Affairs Secretary of Veterans Affairs Attorney General Vice President 好 他这里都是列举了所有 就是那个职务了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Reviews laws 答案是reviews law 还有呢? explains laws explains law 就是解释 resolves disputes diseagreements resolves disputes diseagreements decides if a law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決定这个答案 是不是跟那个宪法 真违配 那答案就是都有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 还没起来 嗯 这里有讲 这个 What is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John Roberts John Roberts Under our constitution some powers belong to the states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states? Provide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Provide protection Provide safety Fire departments Give a driver's license Approve zoning and land use 这题有种办法 那我们今天 Who is the governor of your 我们今天就先 学习到这里吧 那 大家 回去可以 就是多练习一下 多看一下 如果需要考试的话 想多记一下 那 祝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再见